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位唐拓华就是一位来柴达木盆地寻宝的陨石猎人 陨石是地球以外的天体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 落到地球或者其他行星表面是剩下的残留物 说通俗一点 咱们经常能够看到的流星 没烧完落到地球上最后一点残渣 那就是陨石 陨石不但是人类研究外太空的珍贵标本 很多陨石还含有地球上没有或者储量极少的矿物质 所以即便是普通的陨石在市场上也能卖好几百美元一克 于是有些人就专职游走于那些人烟稀少的戈壁荒漠 靠寻找陨石为生 这就是所谓的陨石猎人 那唐拓华就是其中的一位 去年五月老唐从天文部门获悉 最近这几年呢 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上空发生过多次流星雨 那这么多流星啊 总会有几个没烧完的掉地上来吧 于是他就约了两个同行 开着越野车来到柴达木盆地的一处戈壁滩上招陨石 几个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找了好几天 结果一无所获 直到这天他们的地上发现了一个洞 看这一个洞 这洞好像像一个东西砸下来 你看冰箭的东西 是很怪啊 换作别的地方 地面上有个石头砸出来的坑那不细气 这是什么地方啊 方圆上百里全是一马平川的茫茫戈壁啊 根本就看不到大石头 更不会有人来这干活 那么这个坑是怎么来的 思来想去老唐觉得只有从天而降的陨石 才能够在地上砸出这么大一个坑来 只是这陨石上哪儿去了呢 一行人赶紧在周围仔细搜索 结果陨石没找着 却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圆坑 跟第一个坑不同 这个大圆坑里边装满了水 水边还长了一圈晶莹剔透的白色的颗粒物 这个大圆坑还有坑边的那些个白色颗粒 让老唐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刚刚进这行的时候 看过一个纪录片 纪录片说美国有个天文学家 曾经做过一次陨石撞击地球的模拟试验 当陨石高速撞击地面的时候 不但会形成一个浑圆的撞击坑 巨大的撞击力还会将深埋于地下的一些矿物质 翻到地表上来形成矿物带 浑圆大坑 坑边还有矿物质 这不就是纪录片描绘的陨石坑吗 要是没猜错 坑底肯定还会有块大陨石 有老唐爷越想越是兴奋 卷起裤管就想下水去摸索一番 可就在他准备下水的时候 只听着身后有人高喊千万不要下去 老唐回头一看 当地的藏族牧民呢这是两个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他们身边 牧民还一脸的严肃警告老唐 这水底下有古怪 你们可千万不要下去 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有这么吓人吗 坑里边水看着也不深呢 就算是深 我们几个都会水啊 能有什么危险呢 一看老唐这神色 就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牧民们更急了 连说带笔话 告诉老唐几个月前 这儿发生过异状坏事 就四月份的时候就刮风 春天刮风 然后从西面刮风 直接没草了 就直接刮进去了 从西面那个羊进去 卡斯湖前面出来了 就羊石 这位藏族兄弟的汉语 这个差点意思 稍微复杂一点的事情呢 他实在说不清楚 那么还是我来转述一下 几个月前那一天 这个牧民放羊的时候 正好从这水坑边经过 这个时候戈壁滩上 突然就起了沙尘暴 呼啸的狂风 把一只出生不久的 那个小羊羔子呀 可就吹到了这个水坑里头 牧民本来想下去捞一把吧 没想到这小羊一落水呀 就被一股巨大的吸力 给吸进了水底 转瞬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还不算最恐怖的 半个月之后 牧民又经过了离水坑不远的 另外一个小湖泊 远远他就看到了湖边 飘着一具羊狮啊 走过去一看 那不就是我的小羊羔子吗 半个月前被水坑吸进去了 那羊脖子上的铃铛 还是我亲手挂的呢 他怎么从另外一个湖里冒出来了 这牧民是越想越害怕 水坑底下绝对有骨啊呀 所以这次他看到老唐 那么想下水 赶紧上前阻止 那么老唐会相信牧民说的话吗 陨石猎人戈壁寻宝 遭遇恐怖怪狐 科考人员现场验证 能否重现牧民的诡异经历 水底神秘犀利究竟从何而来 经历团骑正在为您解密 上街说到唐透华眼里的大陨石坑 被当地牧民说成了一个 能把羊瞬间吸到水底的恐怖怪狐 那老唐信不信牧民的话呢 信 因为他认定这个大水坑 就是陨石砸出来的陨石什么东西 那可是打外太空来的 带点什么地球人理解不了的神奇力量 是吧 很神秘那很正常啊 既然水坑里有古怪 老唐肯定是不敢轻易下去摸陨石了 但是没关系 我好好准备一下下次再来 一个月之后 老唐果然又来到了这片戈壁滩 一起来的还有电视台的记者 和他请来的地质专家 一行人找了半天啊 也没找着那个大水坑 最后还是地质专家拿出无人机 在空中搜索了一大圈 摄像机镜头里才出现了一个蓝色大水坑 老唐一看就激动了 没错没错就是这儿 就是这儿 大家赶到水坑边一看呢 水面很平静啊 水看起来也不深 怎么也不像有古怪的样子呀 为了验证牧民的说法 记者决定做一个试验 他们找了一个铁桶 拴上长长的绳子 然后抛向水中央 那个石器现象就是在这里是吧 咱们这个绳子大概有多少米啊 二十米 二十米 我们先试一下 哇 真的是 这桶都不往下沉 还是不沉 不沉 不是说水坑里有令人恐怖的巨大吸力吗 能够把羊瞬间吸得无影无踪吗 怎么铁桶连沉都不沉下去呢 难道牧民这个说的不对吗 记错了 是吧 老唐决定再试一次 他往桶里头装了两块石桶 然后又把桶泡到了水中央 哎 这回行了 只见铁桶在水面上转了两圈 很快就沉了下去 紧接着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拴筒的绳子 像被一股巨大的力量 拉扯着似的 嗖嗖直往水底窜 大家赶紧死死拽住绳子 想把铁桶拉上了 拉不动 我来帮忙 哎呦 哎呦 好像铁桶有什么力量一样 对 这都站不上来 啊 不行 我的手都已经勒红了 刚刚我们这个这个头 一开始是扯不下去 后来呢是拉不上来 大家看我这个手 都已经勒红了 这个白色的是这个盐碱 所以说究竟这个湖底 到底是有着 怎么样一个神奇的力量 造成这样的现象呢 是啊 铁桶两三斤重 加上里头鸭子石头 撑死了二十斤 水底下还有浮力呢 是不是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的话 四五个青壮年 用尽全力往上拉 居然拉不上来 这就有点不对劲了 大家歇了一会 鼓足劲又拉了一次 结果绳子一开始是纹丝不动 后来又被水底那股神秘力量 一直往下扯着 纹丝不动啊 是 好像有点还往下坠的感觉 他好像还往下走了 对 你看 他还在吸 他还在往下垂吗 对 咱们再要不再试一下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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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 拉不动 拉不动 铁桶啊 就像被是 汗死在水底一样 拉不动啊 感情无名说的话 半点没夸张啊 而就在大家伙儿琢磨着下一步 该干什么的时候 水底又出情况了 什么情况 只见水桶沉下去 不对 应该说被吸下去的地方呢 那个咕噜咕噜冒出了一片气泡 一股圆柱形的黑水 接着涌上了水面 诡异的气泡和黑水 涌了一分多钟才渐渐消停 这水底下又发生了什么呀 谁也不知道 大伙儿决定再拉一次 铁桶 没想到刚刚还仿佛被汗死在水底的桶 这次却轻轻松松的就被拉上来了 被拉上岸的铁桶啊 已经从圆形变成了椭圆形 桶里那两块石头也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层黑色的淤泥 这泥一下就几斤泥 那这桶都变形了 看这边 对啊 你看 这咋回事 对对 按理说不应该出现黑泥啊 你看 都编的都是 哎呀 黏黏的这个 眼前的这个情形 让所有人都有点发懵 为了确保这一切不是幻觉 大家伙儿决定换个位置 再试一次 那咱们在这试一下 好 你小心点 这回更绝了 铁桶一入水 立马沉着下去 没等人们反应过来 桶和绳子就全部被拉进了水底 再也不见了踪影 大家等了半天 水面却再也没有任何动静 毫无疑问 水底下确实有一股神秘力量 把铁桶给吸了下去 这力量到底是什么呢 大伙儿讨论了半天 什么坑底藏着一只大水怪啊 那咋就不说了啊 这种猜测 那就是纯粹在开玩笑了 倒是老唐提出了一个猜想 让人们觉得稍微的靠底谱 什么猜想呢 老唐不是一直坚信水底是个陨石坑吗 他还知道有的陨石啊 是带有磁力的矿物质 如果坑底真有一块这样的陨石 那就相当于一块大磁铁呀 能把铁桶吸进去 那就能说得通了 为了验证老唐的猜想 随行的地质专家 又打开了磁场测量仪 测了几个点 测的都是总场值就是54400几 就是最大差值就是史蒂达特 他就是已经这个厂 相当于一个平稳厂 平稳厂就是说没有磁力厂 没有磁力厂 得水底的神秘吸力 跟磁场磁力什么的 没关系 想想也是啊 水下要真是一块大磁铁 那水面冒泡之后 人们又轻轻松松 把铁桶给拉上来 该怎么解释呢 慕名的羊 关键是羊又不是铁的 那吸进坑底又怎么回事 怎么解释 眼看猜来猜去 也猜不出个所以然来 老唐决定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请潜水员下到坑底 看水下到底藏着什么古怪 几天之后老唐请了几位潜水员到位了 为了安全起见 他把水坑的情况先测量了一下 我们用这个潜水电脑表 来测试一下水的温度 还有这个深度大体上 然后这样子呢 我们就对这个装备心里就有底了 7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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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水温多少 水温20度 水不算深 温度也不低 要在平时呢 潜水员干这活儿简直呢小菜一叠 可是今天不一样啊 水底巨大的犀利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潜水员 你下去之后又会经历什么呀 谁知道啊 7米深的水坑为何会让潜水员束手无策 几千里外一个会呼吸的山洞 又将如何启发专家揭开怪坑的神秘面纱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上街说到为了搞清水坑里边巨大犀利的来源 大家请来了潜水员 下水之前 潜水员不但做了各种精心准备 还先在潜水区热了热身 两位潜水员在水面折腾了半天 他怎么就不往下潜呢 害怕啦 估计有观众已经猜到了 不是他们不敢下去 而是根本下不去 您看坑边这一片一片白花花的 那全都是盐呢 可想而知坑里面水的含盐量会有多高 咱们初中就学过 含盐量越高 水的密度越大 浮力也就越大 那下不去怎么办 敬业的潜水员只能冒险把潜水配重增加到 超过极限的30公斤 这才沉到了水底 好在水呢确实不深 水下摄像机很快就把水底的情况拍了个一清二楚 水怪之类的东西当然是没有的 就连水底的地质结构啊 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底下的这个结构啊 跟我们现在看这个岸边的结构基本上是相似的 就是一层一层一层 它的就是一个斜坡 缓缓的斜坡这样的慢慢的下去了 这可就怪了 坑底除了水没别东西 连能够产生漩涡的特殊地质结构都不存在 那么巨大的犀利 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被当地老百姓称为神仙洞的山洞 冬天的时候呢 你往洞口一钻呢 你能感觉到洞里边呼呼往外冒大风 你朝洞里扔一把树叶子 一片都扔不进去 可到了夏天呢 同样还是在洞口 你点着一股烟就能看到所有烟呢 半点不剩全部被洞给吸进去了 冬天往外呼气 夏天往里吸气 这个山洞可不就是 啊 这是会呼吸的洞 对吧 那么这个神奇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 总不能是洞里边住了一个会喘气的神仙嘛 是不是 后来呢 张希盈可导师对洞里洞外的地质 地貌温度气候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最终发现在神仙洞附近几乎是水平的位置 有一个叫白洞的天坑 天坑的底部和神仙洞那还是相互联通的 这下山洞呼吸的秘密呢 算是找着了 怎么回事呢 咱们来看一下地形示意图 这是天坑 这是神仙洞口 它们的底部是相通的 因为山底的保温作用 洞里的温度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8摄氏度 我们知道啊 这个空气温度不同 轻重也就不一样了 冷空气往下沉 热空气往上飘 冬天的时候 外头的冷空气呢 就会不断的从天坑往下沉 由此产生的气压呢 导致洞里的空气就会被从神仙洞 洞口挤出来 这就造成了洞口冬天往外呼气的怪象 夏天呢正好相反 洞里的温度比外面低 冷空气一下沉呢 外面的空气就要进来 这个时候溶洞的结构就形成了一种气泵的效应 神仙洞自然就开始往里吸气了 总之山洞会呼吸 纯属气压变化造成的一种自然现象 完全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那您要问了 这个事跟水坑里的神秘吸力有什么关系啊 啊 张欣赢觉得有关系 既然气压变化能够让山洞产生吸力 把洞口的烟吸到洞里去 那同样的道理水压的变化 那就更可以让坑里的水产生吸力了 把洋啊铁桶啊这些东西吸到坑底去 只是这么小的一个坑里头就这么一点水 这个水压变化是从哪来的呢 张欣赢左思右想想不出头去 只好跑去查各种的资料 查着查着一篇介绍黑海水质分层的文章 让它脑子里边灵光一现 有思路了 文章是这么说的 有一个科学团队在研究海底沉船的时候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别的地方的沉船呢 被海水浸泡个几年呢 就腐蚀的不成样子了 唯独黑海海底的沉船 往往十多年之后 还能保存完好跟新的似的 腐蚀程度非常轻 为什么呢 经过研究这个团队发现呢 这黑海的海水啊 竟然分成了两层 上面一层是普通海水 下面一层呢 基本上不含氧气 连微生物都无法生存 这是无氧海水 没有微生物 沉船自然就不容易产生各种腐蚀现象了 看完这篇文章 张希盈脑子里产生的新思路就是 既然黑海的海水能够分层 上下不一样 那这个水坑里的水 是不是会不会也分了层呢 上下不一样呢 不同密度的水 产生了不同的水压 两种水压的差别 这才让大坑出现了巨大吸力呢 于是张希盈请潜水员 分别采集了坑底 坑中间和坑表面的水样 送到研究所去做了水质分析 分析结果完全正视了他的猜测 坑里的水虽然都是盐水 可是浓度却相差极大 表面的水寒盐最高 密度最大 所以浮力也大 潜水员背着几十斤的重物都沉不下去 而越往坑底去水的寒盐量就越低 到最底部这半米啊 都已经几乎是接近淡水了 那某问题又来了 在同一个坑里边 这个水怎么密度不同 有咸有淡呢 经过观察四周的地貌 再一查柴德木盆地相关地质资料 张希盈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柴德木盆地常年干旱少雨 也没有大的河流 水的蒸发量远远高于降水量 但是盆地里却仍然有不少的绿洲和盐湖 那是因为周围的雪山常年在给盆地补充水源 雪山溶水补充给盆地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地下渗透 地质勘探资料表明呢 柴德木盆地很多地方在十几米深的地下 都存有大量的地质裂隙 周边的雪水等淡水常年就藏在这些地下裂隙里边 有的水甚至会通过地表的暗洞 源源不断地注入到那些咸水湖或者咸水坑当中 明白了吧 有大量淡水从坑底注入 坑底的水含盐量自然就低了 被稀释了 越往上水的含盐量就越高 水坑里的水由此就产生了分层 上层水咸密度大下层水淡密度小 自然就有了水压差 而这样的水压差就跟神仙洞里的空气差一样 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吸力 把落入水中的物体牢牢吸在坑底 制造了那些让人想不明白的怪象 至于做实验的时候 为什么水底冒了一阵气泡和黑水之后 铁桶又能够轻易地被拉上来 张希盈是这么分析的 奥妙就在于那些黑色泥浆里头 这些泥浆如果把坑底暗洞暂时给堵上了 上下两层水的含盐量就会迅速变得差不多 水压差也就随之消失了 然而没有水压差 这个吸力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这只是专家的一种推测 人家说了他还会进一步研究这个怪水坑 早一点给大家一个完美的解释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